既有琉璃瓦,今有身边人,欢迎收听琉璃故事会 今年的最后一天我没有出门,而是在家里挨个台,换着跨年晚会 没办法,墙头太多了,都在不同的台表演 手里的遥控器都快被我暗冒烟了 生怕错过我任何一个哥哥,精彩绝伦的演出 我全身贯注地看着电视一直到零点 刚刚倒计时结束,闺蜜的视频电话便跟着新年快乐的祝福打进来 我接通电话,笑音音道,新年快乐呀吧 新的一年,祝你天上掉馅饼啊 闺蜜大笑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 她兴奋道,这个祝福我喜欢 不愧是拟压于星星 我意味深长地笑了下,深藏功与民 闺蜜现在正在大洋彼岸的国外 他们家每年跨年都会去国外度过,今年也不例外 倒是难为她还卡着时差来跟我一起跨年 我们俩就着视频,开始一边给自己画饼,一边展望未来 什么明年躺着挣两百万啊 什么明年一定要脱单啊 我说得上头,信誓旦旦道 明年,我一定把你二叔搞到手 闺蜜嘘了一声,满是不屑道 这话你都说了八百年了,请问您进行到哪一步了 我微微一笑,十分骄傲道 我俩距离领证,就差认识了 她白了我一眼,懒得搭理我 我心情不错,已经开始畅想起了跟路彻合葬的坟该买到哪里 闺蜜的二叔路彻是我大学的学长,我对他可谓是一见钟情 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是她来给闺蜜送东西 等路彻走了后,我立马揪着闺蜜的领子质问 你哪认识的这么帅的男朋友啊,都不告诉我 还是不是最好的朋友了 闺蜜大概是被我晃得头晕眼花,立马伸出手来按住我 等等等等,谁告诉你,那是我男朋友了 那是我二叔 我揪着闺蜜的手愣在原地,嘴角的笑意有点僵硬道 二,二叔,她看起来没那么大呀 闺蜜白了我一眼,我语道 谁告诉你,二叔年纪必须大了 她就是辈分大而已,实际也就比咱俩大一级 我也是那个时候才知道,路彻是我们同校的学长 甚至还是个风云人物 那天我跟闺蜜打听了好久关于路彻的事 从那之后到现在已经过了五年 我年年都说要追她,年年都耸得不敢下手 不过这并不影响我继续口嗨 我正说得开心,闺蜜那边突然响起一阵嘈杂的声音 嗯,你怎么了 我看向屏幕,闺蜜那边已经一片漆黑 我晃了两下手机,又叫了她好几声 都没人应答,我忍不住嘀咕道 卡了,这网真差呀 我说着就想去把视频关掉 就在我即将点下挂断的那一瞬 视频那边突然又亮了起来 我口嗨的男主角 闺蜜那个辈分挺大的叔叔 此时正面对着镜头 笑盈盈地看着我 想追我,可以,我明天回国给你这个机会 她说完就挂了电话 只留下我面对一个呆板的手机 良久突出一个字 啊,我一晚上没回过神来 早上晃晃悠悠地起床 打算来守神曲振奋下精神 却看见了闺蜜发来的信息 于星星下午四点来接机 就是口嗨而已,他们还跟我玩真的 连滚带爬地 赶紧翻出闺蜜的手机号拨过去 得,不在服务区 应该在飞机上了 我想着路撤那张帅脸 欲哭无泪 二叔,你听我解释啊 电话联络不上 我磨磨蹭蹭了一天 终究还是去了机场 四点刚过没多久 闺蜜的电话就过来了 猴得中气十足 鱼星星你在哪里 我在角落里 压着声音 跟做贼似的悄悄问她 你二叔回来了吗 没回来 她打得爽快流利 以至于我半点都没怀疑 立即兴奋地嗷嗷叫 等着,姐马上来拥抱你 狗了五年,干脆让我再狗着好了 只要没有男神在场 那整个世界都是我鱼星星的天下 街机的人挺多 看见闺蜜青春靓丽的身影 我一个熊抱上去 就差挂在她身上了 欢迎回家 看见没有 她对我才是真爱 闺蜜却笑嘻嘻地扭头朝身后说了句 我下意识地望过去 然后人就妈了 为什么陆彻也在 挂在闺蜜身上的手脚顿时僵硬起来 不知道该怎么摆放才好 然后闺蜜的父母也笑颖颖地说道 你们俩好好招待星星 我们就先回家去了 如果射死可以嘎人 那我肯定已经灰飞烟灭了 长辈们走得飞快 我也赶紧从闺蜜身上下来 乖巧地站在旁边 半个字都不敢多说了 车钥匙给我 带你去吃饭 我紧张地手心冒汗 陆彻却忽然伸了手过来 摊开的手指瞧着修长干净 掌纹清晰 嗯 是霜掌在我心砍上的手 我脑子一抽 将手放在了她摊开的掌心里 闺蜜 带脑子反应过来 干了什么蠢事 顿时就扫得我满脸通红 立即要缩回手 却被她握住了 陆彻好看的眉眼里 蕴着温润笑意 我明白 让她开车 我真不是这个意思 顶着闺蜜痛斥我狗的眼神 我已经欲哭无泪 咱就说能不能听我解释 不过最终还是陆彻开车 我和闺蜜在后座摇耳朵 说好的狗宝贵 勿相忘 你竟然骗我 还说她二叔不在 都赖她 是她逼着我那样说的 闺蜜倒是光棍 直接把错拳推到陆彻头上去了 末了又冲我几枚弄眼的 这是给你机会 耸了五年 再不拿下她 我都要看不过去了 那 那我不是还没有做好准备吗 我怂且慌 不敢抬头 就听闺蜜轻吃了声 五年还没有做好准备 人家速度快的 孩子都要上大班了 得 这位真是我亲闺蜜 捅刀子 从来都是照我新窝子来的 这次好好把握机会 闺蜜压着嗓音 颇有恨铁不成钢的意思 努力当上我二婶 然后过年给我发红包 懂吗 就问二婶 可以垂熊孩子吗 我胡乱地点着头 一不留神 却看见后视镜里的陆彻症 意味深长地看着我 也不知道她偷听了多久 又这般 看着我有多久了 我脸皮已经烧起来 妈妈呀 女儿的脸皮回不了家了 从机场到市中心 一路上我的心跳就没有正常过 紧张慌乱到忍不住轻轻颤抖起来 这可是男神哎 等会儿她要再跟我说话 我有脑子抽风怎么办 如果我说错了 她不会嫌弃我吧 我要回家找妈妈 我不和男神吃饭了 下车 正当我胡思乱想时 车子却突然停下来了 我一个机灵 立即就去开车门 原来老天爷也能听见我的心声 愿意放我回家了 于心醒 你站住 路彻的声音不紧不慢 像山泉似的清冷月儿 下去 她糊涂优美的下巴 朝我闺蜜扬了扬 我一愣 闺蜜一惊 二叔 你还讲不讲武德 不讲 路彻回得干净利落 闺蜜直接原地爆炸 我憋着笑 肩膀都抽抽了 哼 信不信我把她拐回家去 让你在外边喝洗北风 闺蜜示威地搂住了我肩膀 然后就只见路彻 意味深长地回过头来 别让我说第二遍 我按理捅捅闺蜜的腰 给她助阵 但这家伙居然怂了 星星 她见色起义 你要保护好自己呀 闺蜜同情地看看我 赶在她二叔将她扔下车之前 脚底抹油飞快溜了 我扒着车窗 可怜巴巴地看着她背影 为什么不捎上我一起走 闺蜜一走 车子里静谧如雪叶 我缩了脖子不敢说话 紧张的时候心里冒热汗 想将自己藏起来才好 下车吧 路彻回头朝我笑了笑 我脑子一抽 你肯让我回家了 老天爷 我在说些什么 反应过来的 我恨不能咬掉自己舌头才好 而路彻则失笑摇头 我有那么可怕吗 她一点都不可怕 甚至哪哪都长在了 我的审美点上 关键是我第一次面对男神 紧张啊 没有 谢谢 不是不是 你一点都不可怕 我很喜欢你 不对不对 我没有不喜欢你 算了 你当我什么都没说吧 我捂了脸 简直想死 也算是误出了个真理 千万别和喜欢的男神独处 不然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在说些什么 我像鸵鸟似的 恨不能把自己埋起来才好 但是却听安静的车子里 响起路彻的愉悦笑声 我知道你很喜欢我 所以 我有荣幸邀请你 共进晚餐吗 我脸红红的抬头 刚巧撞进她笑意盈盈的眼眸里 一起吃饭 好吗 当然好 我傻傻点头 嘴角忍不住高高翘起来 她不嫌弃我 笨嘴捉舌就好 餐厅是路彻调的 环境清幽雅致 用餐气氛很好 想吃什么 路彻把菜单推过来 示意我点菜 但我秉持着 少说就少错的原则 微笑摇头 都可以 今儿出门 忘了在嘴上挂把锁 能不说话 我就尽量不说 而且和男神吃饭 肯定都是甜蜜蜜的味道 她笑着摇摇头 拿过了菜单 等菜色送上来时 我才发现 路彻点的 全都是我爱吃的菜 这人 是特意做功课了吗 我小心瞟一眼对面 端坐如松的男人 眉眼里始终情地淡淡微笑 看不出她的意图来 你 我和她竟然同时开口 我赶忙厌悔了话 你先说 她朝我举举果汁杯 笑意温润 昨晚你说的话 还作数吗 她这是在鼓励我 追求她吗 我脸红红地垂了眸 没敢看她 我就是大放厥词而已 但我觉得帅真可爱 一只大鸡腿忽然出现在我碗里 就听路彻笑言 你最爱的盐菊味 赶紧吃吧 香二的确猛往我鼻子里钻 但我哪敢不顾形象地大吃大喝呀 抬眼偷瞄路彻 就见人家举手投足间都散发着优雅气息 而我因为过度紧张都哆嗦了 一边默默地暗中鄙视自己 一边又忍不住眼馋美食 等等 她怎么知道我爱吃盐菊味的 不喜欢 大概是我没动快 路彻好奇地看过来 而我赶紧蒙点头 喜欢喜欢 我这不得在她面前顾忌下淑女形象吗 你喜欢就好 她笑了笑 举止优雅地开始用餐 我也开始小口小口地进食 然后莫名就想到了和闺蜜大口吃肉的日子 呜呜呜 她为什么不带我走 余星星 就在我和路彻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时 突然有人叫了我 我抬头就看见了公司同事 好几个人似乎来聚餐呢 好奇地看看我 然后又眼也不眨地打量路彻 哇塞 这位大帅哥是你的男朋友吗 不是不是 我赶紧摇头否认 想撇清关系 路彻肯定不想我乱攀关系 但是没想到 他们几个人嘻嘻哈哈地笑起来 既然不是 那介绍给我们啊 就是客套一下而已 当什么真 帅哥 我们加个微信呗 几个女的笑嘻嘻地围着路彻 好像进了盘丝洞似的 我兴兴地掐紧了掌心 这群女妖精 我不过是跟她们谦虚一下而已 结果她们当我面 就想把唐僧肉给分食了 我正想对上几句 把她们轰走 却听路彻淡淡开口 我有女朋友了 女妖精们瞬间笑不出来了 我也当场愣住了 她居然有女朋友了 同事们很快散了 而我心里拔凉拔凉的 也没了吃饭的心思 原来 在我偷偷喜欢她的五年里 她已经不声不响地交了女朋友 是我自己错失了表白机会 而她的女朋友 肯定温柔大方又漂亮吧 我念头大脑地扒拉着饭 大鸡腿也不香了 就连路彻说 请我看电影 我都拒绝了 先前不知道 我还能厚着脸皮 和闺蜜大放厥词 现在已经知道她名草有主 我也是懂李怡廉耻的 哪还好意思缠着她 没准她这会儿约我出来 是想跟我说 让我比我非分之想 回去的路上 我一句话也不敢多说 回到家 立即给闺蜜发了视频过去 信心对她 姐妹你太不够意思了 你二叔有女朋友了 你也不告诉我 害我丢人 她有女朋友了吗 闺蜜反问了句 然后我就听到了 叔叔阿姨的否认声 家里还在催相亲呢 听见了吧 她妥妥的单身狗 闺蜜冲我几枚弄眼的 我必须得保你 是我二婶啊 过年的压岁钱 能不能超级加倍 可就全靠你了 合着我是她的人形提款机呀 可是如果路彻没有女朋友 那她吃饭时说的那句话 是感人的托词吗 我正胡思乱想着 路彻的电话却打了进来 星星 想请你帮个忙 家里催婚催得紧 我能请你扮演我的女朋友吗 吃饭的时候我就想跟你说了 但看你好像情绪不高 这么说来她单身狗实锤了 当然如果你这边为难的话 我再去找别人想想办法 我寻思几秒钟的功夫 路彻只以为我不同意 一听她要找别人扮演女朋友 我当时就急了 这种事怎么好意思麻烦别人呢 必须我上啊 赶紧笑着蒙点头 当然没问题 需要我做什么准备吗 不用 到时候我去接你就好 手机那头响起了清朗笑声 路彻的笑音传过来 那就这么说定了 然后我来接你 可以可以 接女朋友拜年什么的 我当然OK 没多久 我就接到了路彻的电话 我爸妈都很想见你 所以特意吩咐我邀请你来家里玩 她笑着 一个小时后 我到你家楼下 有时间吗 有有有 我马上化妆收拾 一小时应该够了 我拿出平生最快的速度洗头 然后又风风火火地 撸了个淡妆 等我换上美美的衣服 路彻也刚好到楼下了 你 你今天特别漂亮 她笑如春风 将一大束娇艳的红玫瑰递给我 人比花椒 我脸红红地接过了玫瑰花 她这么夸我 我也是会脸红的好吗 我去给叔叔阿姨买点礼物吧 第一次上门 就算假扮的 我也不好意思空着手 路彻体贴地帮我打开了车门 朝后座望了眼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后座放满了各种礼盒 看来是不用我费心了 一路上我和路彻闲聊着 互通消息 以免等会儿她爸妈问起来的时候 露了线 等到了她家才发现 闺蜜也在 星星 闺蜜兴奋地扑上来 扑得我踉跄 往后倒退两步 差点就摔地上 还是身后的路彻 稳稳地拖住了我 这是你二婶 路彻说的脸不红气不喘的 示意闺蜜喊人 闺蜜则冲我几眉弄眼的 甜笑开口 二婶 一刹那间 突然有点想 以老卖老是怎么回事 乖 反正人都在客厅里 我恰恰闺蜜的小软腰 笑眯眯地说道 以后换婶婶来疼你 爸 妈 这位就是我女朋友余星星 客厅里坐着好些长辈 路彻都一一介绍了 闺蜜也挽着我的胳膊笑说道 这可是我最好的朋友了 人品超级棒 而且相貌也OK 瞧这屁股 绝对好生养 我就想问 掐死闺蜜犯不犯法 她一句话下来 把我脸皮烧成了猴子屁股 羞得都不敢抬头了 长辈们倒是乐呵起来 星星快坐 路妈妈有一定的年纪了 但保养得很好 整体看上去非常有气质 她很热情地拉着我 坐到她身边聊天 旁边的七大姑八大姨 问着话 我也都对答如流 听得一众人都极满意地点了头 有的就夸奖起来 阿彻这回是 捡到宝了 你们家有福了 今年结婚 明年准能爆俩 这可是喜上加喜 众人七嘴八舌地 说得路妈妈面上喜笑颜开 而我坐在她身边 抿着唇乖巧微笑 这种是非的 不是我这种出入江湖的小角色能掌握的 听着就好 我就说星星跟二叔很般配吧 闺蜜笑嘻嘻地凑过来 而路妈妈也满意点头 小姑娘乖得很 应该早两年就领回来的 嗯 什么意思 我有点听不懂 狐疑地看向路彻 她眨眨眼 示意我只管听着 我心领神会地点点头 大概是路妈妈 太想要跟媳妇了 但路彻真要早两年 就领女朋友回家了 那还能有我什么事 但是路妈妈 显然话里有话 你还别不信 我跟你说 阿彻喜欢你很久了 既然如今已经同意见家长 要不婚事就定下来吧 路妈妈吸气地笑看着我 有什么彩礼要求 尽管提 怎么我越来越听不懂 妈 星星第一次到咱们家来 你该准备饭菜了 路彻适时地岔开了话题 路妈妈瞪瞪她 虽然不情愿被岔开话 但仍是站了起来 笑道 星星 阿姨说的都是实在话 你仔细考虑下我的提议 咱们凡事都可以商量着来 好的 阿姨 我乖巧点头 甭管什么 都先硬下了再说 而且路妈妈看起来慈爱温柔 路爸爸虽然不大说话 但脸上始终笑容满面 各种照顾我 如果真有这样的公婆 想想都幸福 晚上路妈妈烧了一大桌子菜 而且全是捡着我爱吃的菜色来的 把我整得都不好意思了 要是他们知道我只是假扮的女朋友 会不会恨死我 一顿饭吃得我心里极不实滋味 总觉得愧对了梁老的热情和好意 饭后我推说要走 但路妈妈又劝着我留宿 阿姨 太麻烦您了 我想着拖字推拖 但闺蜜忽然插了句话进来 那就住一晚吧 我同意了 就想问 这鸭的是不是虎 路妈妈眉开眼笑地 拉着我往楼上走 你们小姐妹俩 今晚都住在这里 阿姨就喜欢热闹 我是真不好意思麻烦她 闺蜜 反正是路家人 大大咧咧地笑起来 星星 今晚嗨皮呀 我忙不迭地摇头 跟她胡吃海喝 没皮没脸也就罢了 要是我在路家也这么搞 那温柔贤淑的马甲 不得掉完 路妈妈把我安排在路车的隔壁住下了 闺蜜临走前 冲我暧昧地眨眨眼 姐们 支持你今晚就拿下我二叔 看看她背后似笑非笑持的路车 我脸刷了一下就红透了 这人说话的时候 能不能注意一下周围环境 路车就敲咪咪地跟在她身后的好吗 果然 憨憨闺蜜一扭头 把她自己吓了一跳 二 二叔 想法不错 路车意味深长地夸奖了句 就让开了路 闺蜜撒牙子跑了 而我听着路车似是而非的话 脑子里又开始灌江湖 她说的 是我想的那样吗 好好休息 但是路车并没有进一步再说什么 简单地说了句话就走了 留下我满床打滚 也猜不透男神的心思 倒是公司群滴滴乱想起来 有管理宣布公司一主 即将开启新的篇章 新的工作方式 消息下面 一群阿谀奉承的家伙 在那吹捧 我翻了会儿就准备休息 但顶头上司又发了消息过来 叫我速速处理邮箱里的文件 那是要拿给新领导过目的 得 我就是个大员种 出门拜年 我还能随时背着电脑不成 顶头上司像催命似的 我只好硬着头皮 去找路车借电脑 他倒是大方帝将笔记本拿给了我 位表真诚 我就坐在书房里处理事物 但电脑刚打开 迎面就是一张放大的美女照 屏幕上的美女名谋好齿 巧笑倩兮 满满的胶原蛋白里 洋溢着青春气息 我人妈了 如果我没瞎的话 这可不就是两三年前的我 而且我自己也没有这张照片 狐疑地看向路车 没想到他红了耳根子 咳嗽两声 那什么 做戏要做全套 我信他的邪 照片里的我只有侧颜 明显就是不知道 什么时候他偷拍的 不过我还是忍着激动点了头 哦 我懂 他害羞不承认嘛 没关系 只要男神也钟情于我 那他走一步 剩下的九十九步换我来走 他别开头不看我了 假装低头玩手机 而我看看 他烟红如血的耳根 忍不住偷偷笑起来 男神居然偷藏我的思照 还被我逮了个正正 我深呼吸了口气 平复心情 邮件还在邮箱里躺着 我麻利地一边处理工作 一边时不时地偷描男神 嗯 侧脸也好看 他眼睫像扇子似的 下巴的弧度也刚刚好 果然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 连刷某音的姿势 都帅得让我两眼冒红心 我来送水果咯 陆妈妈笑咪咪地敲门进来 我习惯性地退回到电脑桌面 然后赶紧双手接过了果盘 没等我说感谢 陆妈妈就惊奇地一了声 桌面还没坏呀 刷某音的路彻 瞬间抬头 就想动电脑 而我直觉 这可能关系到某个小秘密 立即有意无意地挡了他一下 然后和陆妈妈笑道 您知道这个 当然知道 他可是 妈 陆彻急急忙忙打断他的话 但陆妈妈笑撑了他一眼 星星都是你女朋友了 你还害羞 陆彻闹了个大红脸 而陆妈妈和我笑道 阿彻是真的喜欢你 这张照片都放了有三年了吧 时间线上和我预想的倒是差不多 陆妈妈说着陆彻的小去世 而我似笑非笑地看向陆彻 对视两秒 她就红着脸一开了眼神 妈 星星还要工作 您别老拉着她说话 是是是 我不打扰你们俩了 陆妈妈笑眯眯地走了 门刚关上 陆某人立即就要起身走开 但我眼急手快地拽住了她 这才是好机会 我哪能放她走 扬着笑脸对到她眼皮子底下 张口就指导黄龙 二叔 你就不打算丢我个解释吗 藏我的思照 这可不是好习惯呀 我发现陆彻也爱红脸 清朗俊逸的脸旁染上飞色 躲着我的眼神 给的解释就是 你要拿下我的那天 我同意了 她竟然还拿射死的事来说我 她没有心 陆彻 我在呢 她低下头凑近我 还反过来 嘶笑非笑地瞅着我 跨年夜那晚 是谁说想拿下我的 只要她开口 半背我就醉 一推我就倒 超级好拿下 这下轮到我面如飞色了 脸红红地别开眼神 但她却霸道地拖着我下巴 逼着我与她对视 墨色同人里流露着温柔与深情 定定地看着我 星星 我很好拿下的 你要不要试试 笑话 我能放过这个机会 红着脸飞快点了头 你可不许反悔 我可没有这么好追的 我咬着唇 完全控制不住心跳的速度 我会坚持 看着她乖巧又认真地点头 我的心尖尖都要融化了 这可是我心心念念的男神呀 成了 第二天早上 闺蜜刚见到我 嘴里就是这么两个字 我忍不住咧嘴笑 有这么明显吗 毫不夸张地说 我站在八百米外 都能闻见你身上散发出来的 恋爱的酸臭味 闺蜜一脸鄙视 而且笑得春心荡漾 一看就是成了好事 你这是赤果果的嫉妒 我哼哼唧唧地对回去 虽然我是笑得嘴角就没放下来过 但哪有她说得那么夸张 你二叔说了 她现在是在实习期 得相处一段时间 看看合不合适才能转正 这是我跟陆彻昨天晚上达成的一致看法 刚说完 背后响起了沉稳的脚步声 随即陆彻的声音响起来 对你二婶尊重点 不然明年的压岁钱减半 闺蜜得嘴 觉得能挂油壶了 我则笑眯眯地逗她 快叫二婶 你们 你们俩这是 和起伙来欺负我 闺蜜泪奔 扒着我胳膊哭嘻嘻的 姐们 我后悔了 你还是回家跟我过吧 我同情地摸摸她头 刚想说 二婶会好好疼爱她的 但陆彻已经扼住她命运的喉咙 将她滴流到旁边去了 再敢窜多星星回家 我就叫你爸妈 给你安排相亲对象 行 你够狠 闺蜜瞬间老实巴交地啃包子去了 我笑得嘴角高高翘起 看陆彻在我身边落座 帮我乘舟拿包子 脸上笑容就没有断过 超级贴心的男神 爱了爱了 年后 陆彻送我去公司 闺蜜想蹭车 但是陆彻嫌弃地扔了她把车钥匙 自己去 星星 二叔 闺蜜气急眼了 你们俩就是见色忘有 杜蒋武德 回应她的只有一连串尾气 我看着后视镜里逐渐远去 孤孤单单的闺蜜 还挺心疼她的 咱们这样是不是不太好 那我马上给她爸妈打电话 给她安排个男人 啊 但我没说 我拾去闭嘴 闺蜜要是知道我给她招了个男人 非得跟我挤眼不可 陆彻满意地勾了唇 趁着等红灯的时间 忍不住凑过来 电灯泡多爱眼呀 我羞红了脸 轻咳了一声 这感觉好像就在做梦 公司离得并不远 陆彻停车后 伸手握住我的手 冲我笑得意味深长 咱们很快又会再见面的 什么个意思 她并没有解释 而我目送她的车子 会入车流里了 这才拿出化妆镜来赶紧补妆 镜子里的人眼眸寒春 红唇泛肿 这样怎么见人 我在街边吹了会冷风才进公司 新年初见 同事们大多还是热情的 我勾着微笑 纷纷打过招呼 刚坐下没多久 部门经理就来催开会了 公司新总裁来了 大家都去欢迎 得 我只好起身 只是没想到 台上的竟然是陆彻 他身上穿的颜色高定西服 还是我给他配的领带 这人竟然瞒着我 跑来做了公司boss 台上的陆彻 做着简短介绍 台下的 我已经猛圈了 妖眼被同事撞得身疼 那天在餐厅里撞见的几个女同事 都兴奋地 冲我几眉弄眼 这不是你朋友吗 既然是咱们总裁 星星 以后你可得关照我们啊 他和女朋友掰了吧 星星 你把他介绍给我们呗 我们喜欢啊 对对对 这种钻石王老五 遇到就不能错过 几个女人唧唧喳喳的 说了我脑人都疼了 要不是爱着陆彻刚上任 我不好扫她的面子 就是我高低的现场 对这几个女人不可 但是 她们也没完了 会议结束 陆彻就被高管门簇拥着走了 我也不好上前搭话 而那几个女人 就像狗皮膏药似的粘着我 吵着嚷着叫着喊着 就想通过我搭上陆彻的线 还有一无意的模糊路彻 已经有女朋友的事实 我听得心头火起 忍不住反唇相机 谁说我不喜欢她的 我有跟你们这样说过吗 一群众女 这才稍稍闭嘴 但很快就发起了反攻 你那天不是说 你和她没关系吗 就是 你不会知道 人家是总裁以后 就上赶着想要攀关系 当总裁夫人吧 于星星 你可真不要脸 他们一脸的鄙夷 好像我是个三儿似的 我气急返校 干脆摊牌 知道她说的女朋友是谁吗 我告诉你们 那个人就是我 你们要是谁不信 自己去问她 狠话一放 果然世界都清静了 但很快 我和陆彻是男女朋友的事 也传遍了公司上下 就连部门经理 都舔着笑脸跑过来 热情地夸我和陆彻有夫妻相 把我都给整不会了 我和陆彻谈恋爱 他们却比当事人还上心 上午陆彻打来电话 星星 既然已经传开了 那咱们干脆顺势官宣 不用 陆彻才刚上任 没必要整这些桃色新闻 我拒绝了她的提议 陆彻也不强求了 转而约饭 那就中午食堂见 这个倒是可以有 武修林刚想 我就准备去食堂占位置 公司人多 平常就急急嚷嚷的 而陆彻的身份又不同 总不能叫她 也跟着一通瞎急 但是那几个女人 竟然跟上来了 我急着去站坐 也没当回事 但他们却跟在我身后 阴阳怪气的嘲讽 于心醒 公司里传得这么凶 总裁都没有做任何回应 你还敢说你是她女朋友 共事也有两年了 倒是不知道 你和城墙拜过爸子 哈哈 骂得好 几个女人一唱一喝的 满脸不屑 既拿眼角余光嫖我 我也懒得搭理他们 和他们说多了 简直拉低我智商 只是他们也烦得很 一路叽叽歪歪的 跟到食堂 然后就看到了 在食堂门口等人的陆彻 结果他们一看到陆彻 就彻底换了一张嘴脸 陆总 您也来食堂吃饭啊 我们能不能坐这里 陆总 您真是亲近员工啊 您这样的总裁 真是太让人喜欢了 这几个同事 是公司出了名的 会舔领导 变脸速度极快 我已经习以为常了 这里已经有人了 陆彻阴沉着脸 仿佛刚才的话 他都听到了 星星 过来 他朝我招了招手 我等你好久了 这些都是 你喜欢吃的菜 我走上前 不得不说 陆彻真的太让人稀罕了 他这些年 还真是在好好了解我 都知道我喜欢吃什么 我一看同事们的脸 已经完全黑了 陆总 您跟星星是什么关系啊 有个女同事 大着胆子问道 男女朋友 他伸手迅速握住我的手 我收购这家公司 就是为了照顾你 哪还能让你被人欺负 嗯 为我而来 心肩上涌起巨大感动 我也紧紧握住了他的手指 而那几个女人 面色疏然慌乱起来 满是惊恐的猛摇头 星星 我们刚才 刚才跟你开玩笑呢 对啊 我们都是想恭喜你来着 祝贺你找了这么好的男朋友 有机灵的 强行摆了笑脸 试图挽回方才的话 但像这种 从骨子里坏出来的人 我又怎么会让他们 继续留下来 打我男朋友的主意 谢谢 不过不需要 我冷冷地看着他们苍白的脸 当着我的面两面三刀 怎么 觉得我傻 刚刚你们不是挺能巴巴的吗 继续说啊 怎么 见到总裁你们才知道 这下撞到铁板 不敢吭声了 只可惜啊 晚了 我若和路彻没关系 今天指不定要遭他们怎么埋态 幸而 我真是路彻的女朋友 她也愿意拥我入怀 宠我如命 替我出这个头 刚才的话 我都听到了 公司不养闲人 尤其是喜欢闲言碎语的人 去人事那里去领工资走人吧 路彻皱了皱眉 公司的情况我已经了解了 每个员工我也了解过了 你们确实不适合继续留在公司 那几个女人当场就被开除了 路彻也不光是为了我 这几个女同事在公司摸鱼 光靠嘴上功夫 把领导哄得服服贴贴的 却还开着高工资 是得开 而新来的总裁冲冠一怒 为红颜的事情 也很快顺着食堂的人流传遍了公司上下 但我只当不知道 和路彻坐在总裁专属座 美美地享受午餐 以后你不用站坐了 咱们就在这边吃 桌上摆的都是我爱吃的菜 精致程度远超食堂里提供的饭菜 她见我打量 便笑着解释道 我特意请了厨子来做午餐 保管将你养得白白胖胖的 她难道不知道 女生要拼听窈窕才好看吗 白白胖胖那是小奶娃 不过心意倒是极足 那我这回就勉为其难地 由着她安排吧 没人敢来专属坐这边打扰 我和路彻时不时地低声笑说几句 气氛很是融洽 只不过她忽然说道 星星 你什么时候安排我去见你爸妈 我已经把礼物都安排好了 这么快的吗 我压抑了下 她则委屈地点点我额头 都占完了我的便宜 还不想给我名分 难道不是她叫我试试 说她一推就倒的 我善笑了声 马上安排 男神都主动要求见家长了 我哪能不放机灵点 万一她跑了 我可没地儿哭 但没等我打电话 我妈倒是先给我发视频过来了 你就说 你到底什么时候找对象 我妈中气十足的一嗓子 吼得我手忙脚乱地 赶紧降低了音量 这真是亲妈 半点都不给我留面子 你慌什么 我妈火眼晶晶 瞬间就察觉到了 我的状态不对劲 你这眼睛狐疑地盯着我 说 是不是一个年过完 你依然还是条 没人要的单身狗 就想问 咱能不能别扎 不对 我有男朋友了呀 想到我的心头肉 我立即有了底气 妈 我也有人要 我骄傲的昂起下巴 把身边的路撤都给逗笑了 但是我妈一脸神探似的怀疑表情 我记得你去年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结果你回来了 村里的狗倒是跟你挺亲近 欣欣啊 你实在没人捡去 咱就认了呀 妈给你找找相亲对象 亲妈就是亲妈 小刀给我扎得挺疼 我苦恼地揪着头发 正愁愁着 怎么跟我妈说路撤的事 没想到路撤却忽然探头过来 笑意盈盈地看着镜头 阿姨 您看我做猩猩的相亲对象合适吗 我和我妈都看愣住了 但是没两秒 我妈就喜笑颜开地点了头 可以可以 当然可以 我觉得非常合适 哼 我也觉得 我得路撤超级合适 既然这样 那欣欣你赶紧把你对象领回来给我们看看 然后准备结婚的事 我妈疯疯火火的 把我都说懵了 有必要这么着急吗 你也不瞧瞧 你多大岁数了 我妈鄙视的眼神 从来都不会缺席 弄得我困惑地看向路撤 难道我很老了吗 路撤笑着揉揉我头发 每个催婚妈妈的心里 孩子都是嫁不出去的老冤家 我深以为然 领路撤回家可以 但结婚的事情不着急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 谁知道路撤竟然带着户口本去我家 而他又真的酒量不太好 三杯就倒 还非吵着要跟我去领结婚证 我爸妈以光速将户口本交到我手里 然后用一种我占了超级大便宜的眼神 送我出家门 我都被整郁闷了 一个两个的 怎么都不讲武德 想着民政局应该不会让个最久的人结婚 但是没想到 刚进民政局的门 路撤得久就行了 这辈子走过最长的路 就是路某人的套路 来都来了 不领个证好像也说过去 所以准备至少三年后结婚的我 三个月就领证了 路撤拿着红本本 笑得像个二傻子 我则满脸的郁闷 你这是骗婚 明明是谦卑不醉 却跟我故意三杯倒 男人不醉 女人哪来的机会 路撤笑意淫淫地拥我入怀 你早就想拿下我 而我也说了 只要是你 我半杯就倒 我终于转正了 我以为她说着玩的 哪晓得 她竟然跟我玩真的 老婆 亲亲 别绝嘴了 今晚由你处置好不好 她的稳如细语般落在我唇上 甜如春花里的那抹蜜 而我本就没生她的气 她哄一哄 也就顺势笑撑她 那罚你今晚睡沙发 她苦了脸 明天 明天再睡沙发好不好 为什么 因为今天领证乃是洞房花竹叶 春宵一刻指千金 她说得不正经 而我则羞红了脸 我终于嫁给了她 耸了五年 也想了五年的男神 此时此刻 终于跳进了我的碗里 撒花 庆祝 当然 我有个问题 始终没有问过她 陆彻 你到底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喜欢我的 从她电脑里的照片 就知道 她喜欢我也很久了 嗯 这件事要开始说起来 大概需要很长的时间 从你是我学妹的时候 就开始了 但我没想到的是 竟然这样巧 你跟我侄女是闺蜜 陆彻说 她在大学的时候 第一眼见到我就喜欢 那时候的她背着摄像机 可以在学校转很久 经常看到我去食堂 她拍了我 很多好看的照片 都存在她的相机里 但她迟迟不敢 跟我有太深的接触 怕太突兀 也怕我不喜欢 一直到跨年夜 我跟闺蜜视频 她才觉得 机会来了 正都领了 然后就急坏了双方父母 他们风风火火地 忙着婚礼事宜 而我和陆彻 则甜甜蜜蜜地 享受二人世界 而我此刻也终于发现 我的老公 我曾经的学长 到底有多优秀 但凡我不会的 就没有她解决不了的 小到家里 鸡毛蒜皮的问题 大到工作上的 各类人际交往 棘手事物 只要过她的手 保管被梳理得清清楚楚 我的膝盖和崇拜 眼神自此以后 全都献给了她 陆彻显然也迷失 在了一顶顶的高帽子里 只要我天天地 换生老公 什么她都能解决掉 而在她不遗余力的 带领下 很快我就能在工作上 独当一面了 家里事情 也能处理得井井有条 她最常感慨的就是 教会徒弟饿死师父 现在我都不需要她了 怎么会呢 我笑盈盈地吻上 她柔软的唇瓣 我再厉害 没有老公做后盾 也是不行的 真的 她亮了眼睛 而我笑着肯定点头 当然 夫妻本是一体 有你的扶持 我才能飞得更高 若没有她 我依然碌碌无为 或许我会鼓起勇气 向她告白 或许我就那样耸下去 到死都只能留下满心的遗憾 可她踏出的那一步 却给了我无上的勇气和力量 也成就了这段美好姻缘 我相信 只要彼此有心 未来会越来越好 而我与她 会幸福到老